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下一页 不过错认果 错认果就是 只要检查这是 比较偏向用仪器检查的 就是指西医了 如衰老是果 疾病也是果 那西医检查出来可不分 它只要异常形态 它都一定把它称为疾病 那我们异常形态还要看啊 像我们从体表我们就可以观察出来 脸皮重也是异常形态啊 但它没有症也没有状 所以它不属于疾病 它是属衰老 这是常识 但是只要西医仪器检查出来的 在体内的异常形态 它们常常就会把它当作疾病来看 比如说肿瘤就是 我们如果像我以前 鼻尖也长出一个油出来 一个坠漏出来 那这个坠漏长了很久 也不痛不痒 也没有什么不舒不适感 所以也不在意 一长就是十年 那这个外体表的变化 我就把它当作 因为它既飞症也飞壮 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是衰老 但是如果这些油啊 或是什么长在体内啊 或是肌瘤啊 那西医就会把它当成疾病 所以这里就是指的 就是既然体表有老病之分 体内也是有老病之分 但仪器检查却把老当成疾病 那这样病人就自然变多了 这也是反映在我们现在医学 就是目前的状况 仪器越来越先进 他们理论越来越多 但是同样的疾病也越来越多 你看这一次新冠病毒 也是 你只要检查 检查出来 你没有症状 如果检查出来有这个呈阳性 那他们也是把它归类为疾病 但疾病要有症跟状 它没有啊 所以他是好好的人 所以变成 不管你是健康的人 或病人全部都要检查 哇 那这个检查就变成怎么样 搞到大家都很慌乱啊 因为你有病也要检查 无病也要检查 那这种检查就是怎么样 不断地把它扩大 那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检查出来的如果像有 不止病毒了 如果有检查出异常形态的这些 我刚刚讲的 这些关节变形脊椎侧弯啊 这些 其实常常就会开刀 如果你又有症状 他们就要进一步开刀 那尤其肿瘤不只要开刀 开刀完后还要化疗 那这个动辄 把整个完全体质都破坏掉 所以病人就越来越多 然后有些过度的治疗 也造成患者死亡更加加速 这些来看都是我们说的 老病部分所造成的 那医学这么发达 为什么他们常常克满呢 那现在医学那么发达 现在只要有一个流行病 好人坏人大家都要检查 而且都要甚至要到封城 然后造成大家恐慌呢 有一些 炎只要避开就好了 那一些 如果有一些真的 异常形态在体内 那你知道他没有症跟没有状 事实上是不需要这样的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老病不分 如果不把他这些检查出来 把老跟病 甚至炎这里还没有 后面会谈到炎 吸菌病毒的问题 那你这里只是谈到老病 那老病不分 光就这一点 你很多病人就产生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盗果为因 他们把检查出来的 刚刚还是在刚刚上一页 他盗果为因 如果把检查出来的 异常跟组织受伸 他们本来检查出来 我前面有讲过 凡检查出来的 都是果 因为因是看不到 我们刚刚讲的 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失调的状态是看不到的 那检查出来 不管你是关节变形 或脊椎侧弯 那看得到的就是果 就像我脸皮皱也是果 怎么会是疾病之因呢 那跟失调的状态 状态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他是不等同于因的 但是他却把这些检查出来的 包括异常还有组织受伸的果 当成因 那这样当成因就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前面疾病与帅老讲过的 他就认为 你只要身体有症的不适感 症状 那他背后就会有很多的 因为异常或组织受伸 来造成这个症状 那他们的说法就会很多 让民众更加恐惧 那因为恐惧 又不得不做很多的检查 变一个恶性循环 那检查万一出来的是癌肿瘤呢 那他就又把他当成疾病 那这样他就会进一步跟你讲 如果不治疗 你今天肿瘤不治疗 可能会很快转移 甚至死亡 那如果你检查出来是血压高 那他就会跟你讲 如果不治疗 那你可能就会脑中风 糖尿病也是 一糖指数升高 那他不治疗 他也会跟你讲 你可能以后 眼睛会瞎掉 四次会烂掉 要节肢 诸如此类 那这个就是果生果 所以这些问题 他们的理论常常是在建立 导火为因上 而说出很多让患者 更加恐慌 不得不做检查 那检查出来又不得不做治疗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 那现在来讲的就是在诊断上 气阴谈炎 不谈身体运作的因 却谈伤身致病之炎 如细菌病毒 可导致疾病而说延伸果 这里刚刚就在讲 新冠病毒 你也是 你把这些炎 它炎不是重点啊 炎只要避开就好 真正重点是在身体 你身体如果体质调整好了 事实上 你即便有二元来 你也不会有疾病的 所以我们在上一堂 在讲这里的时候 新冠病毒其实真的很可怕 也不需要到封城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极端的做法 就是你封城的所有的经济 都破坏 破坏掉 人民很多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所以早期也很多专家 我看西医的也很多人 站出来讲这个问题 封城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但封城之后的破坏性更大 也就是经济损失 那个造成的损失 那个是巨大的 然后包括人的恐惧 这些种种更加深了 那重点在哪里 因为太强调炎了 而忽略的真正重点是因 因就是当你体质改善 你因没有体伤 也没有热能不足 你即便有恶炎 也不会有疾病 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 单一的因或单一的炎 都不会产生果 那这里炎嘛 炎单一的也不会 但是如果它又有炎 那你本来又有体伤 你一感染你就有症状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你即便有恶炎 那即便有感染 检查出来也阳性 但你不会有疾病 好 你如果平常的体质 也处理得很好 那即便有疾病 很快也可以恢复 这也就是我们 这一次新冠病毒 特别强调的 如果你要改善病毒 感染这些恐惧 不是打疫苗 疫苗还有很多的副作用 包括我们前面有讲的 有些人会头痛 肌肉疼痛 甚至会发冷 疲借 这些都是很常态的 这些对身体一看就知道 它是有副作用 不是没有 那我们要达到自慰病 要怎么办呢 就是你明明知道 它一进来就是上呼吸道 头部鼻咽最容易感染到 然后再来进到 深层一点的呼吸道进来 那我们只要把头部体伤解决了 然后上背部体伤解决了 没有体伤 即便有恶炎 它也不会产生过 所以我们说 这里就在说细性病毒 他们一直说会导致疾病 怎么会呢 如果没单一的炎 怎么会导致疾病呢 这种说法是有一点 已经太过太强调炎了 这个就是原始点 上次我在谈病 可能大家如果从这一段 大家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真的一定要从因炎果的角度 去把它说 说完 大家就不会害怕 原来重点还是在 因你有没有改善 好 所以炎不一定会产生果 那如果你的因改善 同样 那个疾病也不会来惹你 即便得了 好 那你再加强 因的改善也可以达到 好 那第一 后来下面就在讲 在治疗上就是怎样 强调 不谈身体运作的因 却谈医疗之言 如西药疫苗 可杀死续境病毒 疗异疾病 而说炎治果 这也在批判 就是西医一直在给我们感觉 就是这个病毒 就是要发展疫苗 来杀死续境病毒 就是这一次的新冠病毒 不可能的 你有疾病 不是要治疗恶炎啊 解决恶炎不足以解决疾病 所以他们的疫苗发展出来之后 即便你得了病毒 你已经感染有症状 这些疫苗能不能解决你的症状 抱歉 不能解决 没办法解决 理由很简单 因为它要 要让你产生抗理 来对抗以后病毒的感染 那是智慧病的概念 但智慧病它也未必能达到 何况它要治疗你 已经生出来的症状的疾病呢 所以智疾病 如果你已经感染有疾病 也不是这样治疗 不是要把续境病毒杀死 而是应该改善你的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从这里大家已经看出一点了 也就是你没有病的时候 你要达到没有智慧病 那最简单要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如果你已经感染到了 也有症状 那还是要回来 要从阴下手 也就是 还是要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除此意图 所以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就是疫苗 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的方法 就是疫苗 就是治疗的方法 其都不是好方法 所以这里进一步更可以看出 如果这一次新冠病毒 从原始点 真正能解决这一个四季大病 就是原始点 原始点强调的就是 对于恶元我们要避开 那避开怎么样 如果面对新冠病毒 就是要戴口罩 要勤洗手 这个我都同意 然后避开勤聚的地方 那感染力就会提起 就会降低 那积极的做法 就是你把头部的体伤 还有上背部的体伤 先按开 然后温敷 就可以达到 那体伤没有了 痛点也没有了 也就是痛点都解除了 那你即便感染 也不怕 也就是不应该有症状 这个也是中医讲的 正气足则邪不可干 一样的道理 那你为什么会生病 邪之所咒 齐气必须嘛 你一定 那齐气必须就是 我们讲的 就是有体伤嘛 有热能不足嘛 你才会导致嘛 那这种讲法 中医跟原始点就比较一致 所以很简单 这也是从阴炎果就可以看出 哇 现在西医 这些在什么避开炎 这些病毒的方法 是走到极端了 那在治疗方面 他们又没有办法提出一套 可行的方案出来 才会造成全世界目前的恐慌局面 这个是很可惜的 那现在为解决之道 当今啊 真正能解决这一场大瘟疫的 我认为非原始点 莫属 这绝对不夸张啊 现在如果大家知道 他既可以达到治疑 治未病 又可以达到治疑病 还有一个医学人这样嘛 然后又不用花那么多的钱研发 然后又可以从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 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体认 所以学原始点真懂的话 他是不害怕的 内心是踏实的 你没有病你就知道怎么防范 那有病了 你更知道怎么来 让这个身体恢复 好 这一段是有感而发 再把上个礼拜 再进一步讲清楚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 有疾病必有体伤 身体为了自我修复体伤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故治疗疾病 当从因着手 用诸善缘 同时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此外 要发大心大愿 随时观照内心 反省明察 断诸恶缘 如此 则因变 果转 治病不难 否则舍因诸果 或福难料 为智者明断 好 这一段就是 再把上面的做一个总结 也就是 有疾病必有体伤 简单讲就是 有果必有因 不可能这个果是没有因的 好 那体伤是因疾病是果 那身体为了达到自我修复呢 你一定要从因下锁 也就是 因为它会有体伤 那我们身体要去修复它 就会消耗热能 所以体伤跟热能不足 它们彼此互为影响 然后让我们的疾病 才慢慢产生 甚至恶化都有可能 所以同时我们要解决了 就是要用各种好的方法 来同时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这些方法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善言 什么是善言呢 就是医疗为保健之言 那医疗是什么呢 按推原始痛点 从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或患出痛点 这是医疗的部分 那保健的部分就是要 善用外内热源 然后还要有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从中医的角度 那也是 如果他们从因下锁 中医也是从因下锁 那就是要怎么样 用针刺穴位来改善 来达到医疗的目的 那同样的 那同样的他们一针 就是医疗 那二咎三用药 咎跟医疗是保健的手段 那这一点跟原始点是比较一致的 那重点就是因嘛 不外就是要改善体伤跟热能不足嘛 所以我们再来看下面下一页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你要改善这个因 那我们这里就提出了 患者一定要发大心大意 为什么要这样讲 医学要讲到发大心大意 因为你心量一大 那你的思维都是正面的 你热能就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情 而去计较得失 然后随时都在消耗热能 这不止对你的心理是提升的 对身体也有帮助 而这个发心特别重要 当你心里很狭隘 然后所有的问题都很在乎自己身体的变化 那你越看自己的身体 一点点疼痛你就受不了 那只要有一点点痒 你就想把它止住 那很多人就开始看有没有重活解症 反而解决不了 所以当你心量一大 然后也愿意帮助别人 平常你的热能就很充分 这个泡具中医的话 这时候正气就足了 正气足 那这时候你要产生疾病就更难 就比较不容易 那有发了大心大意 你再来关照内心 也就是我们如果生病不是往外求 一定要往内求 因为身体是长在 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 不过热能都在我们体内啊 你不往内求 你去往外求什么 还要靠借助什么 所以你当你了解 这些组织器官运作跟热能不足 应该借助什么方法 来把它解决 那如果能够这样 你已经进入原始点的门里面了 你知道那我这个要怎么来改善这个因 那这时候你就懂得要运动啊 情绪要稳定啊 要不能熬夜啊 要不然身体就会垮掉啊 类似这样 你自然就会慢慢达到 然后如果有体伤又因为懂原始点 你疾病在哪里 你就知道要怎么按 然后怎么加强温敷 那这样因变果转 也就是你的体质改变了 当然果一定会改变啊 那这个就是从严下手来改变因 再来改善果 那这样因变果转 才是根治疾病的最好方法 但反过来说 你却不从因下手 你现在有病了 你就用止痛剂 或你血压高你就一直不断 这些只是衰老的现象 你就不断的一直吃药吃一辈子 那这些含良药又越来越寒 那很明显的 这个你已经不是从严下手 你是追逐在果上 那当然一般民众也都是比较会这样害怕果 但这样反而怎么样 你一直想压抑这些果 但体质却越来越差 那到底是否还是我答案再清楚不过 所以最后就是这一句话 为智者明断 如果你是聪明的人 那你就知道 应该从果下手 还是从因下手 好我们这里总论 今天谈到这个时间点 好像也刚好也讲了两个小时 后面还有几大项 看来这个时间要把它讲完是很难的 Luna我们是不是等到下一个时间 先再来谈其他的部分 好 老师 谢谢老师辛苦了 讲了两个小时 老师原始点概要 这个总论 第一次讲了两个小时 这么清楚 非常感谢老师 好 那老师我们就讲到 今天讲到这里 是 那我们也刚好把这两个小时 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剪辑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播 让更多的有缘人可以听到 好 那就谢谢你们了 那也感谢线上的这些朋友们 能够这样耐心的听完两个小时的 原始点的介绍 感谢各位 谢谢 谢谢大医生